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这个拆除怪手来动下第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而就在前几天里头的工人 其实有陆陆续续把一些贵重家具物品搬出来 不过目前的拆除定度是如何规划 到底何时会拆除完毕呢 眼眶今天到现场一起来听他怎么说 确实有违建就该拆 但所有公保地的地主都面临到 只能新建临时建物 不能新建正常建物 这样的困境 可是今天换成了宽衡 却变成宽衡强占土地 却成了宽衡强占儿童乐园 但不管是儿童乐园也好 或者是公保地也好 都是过去政府所规划 但如今隔了几十年 无法征收无法兑现的政策 盐宽衡在台中市南屯区这一块公保地 其中这块公保地 其实预计是要做儿童游戏用的场地 因此在公保地新建招待所也引发争议 并且涉及为建延烧 目前经过都发局开出的违章建筑认定书 已经过了一周确认合法的建筑物 有两侧的针建临近大同九街 还有加盖一间小建筑物 目前一共三处的违建 那都发局是限时开除 那颖宽衡说也一定会照计划来拆除 目前已经陆续在动工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先将时间镜头交还旁内